舞者随着音乐扭动身躯 一旁汽车也自己上下晃动 这是德国豪车四年前GLE车型的广告 标榜脱困模式 可以让陷入沙地的车子顺利解脱 如今超跑也有了 德系超跑品牌官方社群最新上传影片 展示新一代Panamera 也能上下左右自行摆动 以往的气压避震 其实它是四肢同时运作 或者是后面两只跟前面两只分开运作 那它在遇到一些坑洞的时候 它能够去调整的这个舒适性 会比较少一些些 那这支Panamera它主打呢 就是我四肢可以独立运作 所以遇到不同的地形 跟不同的一个碎石路面 或者是沙地的时候呢 它除了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脱困的功能以外 它还可以增加非常非常多的舒适性 去年比亚迪推出的仰望U9超跑 从舞台开出来 转了一圈突然原地起跳 四个轮子同时离地 展示车身控制本领 而它之所以会跳舞 主要是身上搭载比亚迪 所发布的全球首个电动车专属 智能控制系统E四方 E四方的一个系统 那它这次最主要装在 比亚迪上面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当然是展示他们自己的这个跑车的一个厉害 甚至它只需要三个轮子 在E四方运作之下 它一样是可以前行 那最主要它是希望说 可以贩售这个E四方的这个平台 给其他的车厂 另外一个就可以让他们自己的车呢 在科技部分可以再更进一步 各大车厂比拼自家黑科技 要在竞争剧烈的市场 抢劲话题与目光 三立新闻张提祥李孟山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